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广东省龙湖寨人 世代传承的为人处世之道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懂得做人要感恩的道理 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报生活中的恩情 55岁的刘朝鹏 是龙湖寨一名普普通通的村民 他照顾瘫痪在床的刘克中老人 已有多年 两个人虽然都姓刘 但他们的关系仅仅是邻居 刘克中和刘朝鹏护理 刘克中和刘朝鹏 年纪相差近三十岁 但两人属于同辈 一直以兄弟相称 刘朝鹏至今还记得 小时候是这位大哥 经常主动照顾自己 每次买肉 总不忘给他家分出一份 挑水时 也会把两家的水缸 同时加满 有一次刘朝鹏突患疾病 大哥二话没说 冒于把他背到了香味生院 虽然都是居家小事 但是热心大哥做的热心事 却如涓涓细流 渗入到刘朝鹏又小的心灵 俗话说 一贩之恩永世不忘 刘克中老人不曾结婚 也没有什么亲人 从瘫痪在床的那天起 刘朝鹏就和妻子 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任 为了能更方便照顾这位 对自己有恩的大哥 刘朝鹏想到一个办法 他在两家的围墙上打开了一道门 这扇门没有之前就是什么样 这个是一大块墙 一大块钱 有了这个门是不是方便了 那是肯定的 那方便好多了 自从打通了这扇门 不仅拉近了两个家之间的实际距离 也把两个家庭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邻居中间一道墙开了一个门 这种事是比较特殊的 它是封闭型的 也就是能保存每家每户的隐私 打通一个门 这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为了感恩 我可以打破这个承规 把两家变成一家 龙虎古寨世代传承的感恩精神 让人们懂得知恩要图报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 每一个人都牢记受恩莫忘的祖先教会 使乡亲们之间和睦有爱 亲如一家 在这片共同生活的家园里 营造出一份份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